光复消防队今天上午11点多 截获民众报案指称 有民众在屋顶上晕倒了 立即到达现场的消防救护员 发现重达90多公斤的男子 摊坐在屋顶上 呼吸急促立刻架起双截梯 并以绳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顺利将无法行动的男子安全搬运到下面 并火速送移救治 上午11点多左右 获报有人在屋顶上昏倒 火速抵达现场的消防救护员 发现男子身体右侧贪软无力 呼吸急促 消防救护员除了是替男子进行初步检查处置 也即刻展开救援行动 消防人员赶紧架起双截梯上屋顶 再搭配绳索来救援 但是体重重达90多公斤的男子 无法自行移动 再加上脚下是铁皮屋顶 也使得救援行动是难上加难 男子在警销人员的安全确保下 众人合力将他由屋顶着双截梯 小心翼翼的搬运到地面 并火输送医 根据光复消防队初步了解 今天上午这名男子跟其他工人 一起清除机构屋顶上的枯枝落叶时 不知何故突然贪软在地 一旁工人见状即可向消防队求援 由于男子整个摊倒在屋顶上 警销人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顺利将无法行动的男子搬运到地面 并且送以救治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